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我们带您来到鱼市场长鲜 接下来来到的是嘉义东石港的鱼市 每天下午准时一点半钟 明哨开卖 当天现捞的鱼货 比起一般市场价格要便宜四成呢 也吸引了大盘商前来竞价挑货 另外这里还有你从来没有吃过炒的蚵仔蜜 午后一点半嘉义东石鱼港边 传出响亮哨声 今天的拍卖正式开始 这里是东石鱼市场 每天下午渔民会加一早现捞的新鲜鱼货 送来登记拍卖 在这里以公斤计价的海鲜 拿到一般市场 却能够以台金计价卖出 公斤买 台金卖的四成利润 吸引了许多盘商到此竞价批货 其实就是高充无数人都要吃 这七十块有人要吗 秀出价杠的龙蛇话 这位大哥就是东石渔会推广科长 吴淳玉 当过十年于是拍卖员 吴大哥说 拍卖员必须要反应灵敏 当行情太冷时就得炒热气氛 好比喊价时说个龙蛇话 让外行人看热闹 吸引更多人围观 卖家一级 交易才会越来越旺 这里夏秋两季最强手的旧式 平时栖息在东石港外沙洲的沙缩鱼 俗称沙登岸 个头娇小 长约13公分 肉质细嫩紧实 它外表的话 你知道大概它的鱼鳞有没有脱鱼 脱鱼 对对 你看如果有脱鱼的话 它就比方是有受伤 那就比较容易受污染掉 除了眼睛明亮 鱼鳞完整 还得鱼鳝先红 外表有粘液 现在品尝正是时候 不过东石的特产不止这一味 距离鱼室车程5到10分钟 就是科农聚集的网疗村 阿公阿嬷顾不得天气热 波克的手从没停过 由于附近没有工业区 东石鹅阿长得特别的健康 想要以色品尝当地最出名的两种海鲜 吴大哥推荐 东石熊盖五名的20年老店 这间是本地海鲜 最新最新的都在这间 我带你们来看看 悄悄墙上的简报 能让吴科长竖起大拇指推荐的这间餐厅 来头可不少 就连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都曾是做赏兵 我们很久以前就都知道了 因为我们都住嘉义嘛 这家他的东西蛮新鲜的啦 然后他的货色也很多 开店以来老板叶俊郎从不打广告 就靠货色多又新鲜 标榜客人现点现捞绝不掉包 二十多年来能够做出好口碑 店里的招牌就是夏天盛产的傻缩鱼 当地人最喜欢酥炸来吃 不过虽然炸鱼看似平常 其实刀法跟油温都得讲究 才能做到外酥内嫩 肉质的话是属于比较有弹性 刀法就是直切刀法 这样子的话可以一刀到底 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造成它的鱼肉松散 除了直刀切法 师傅说面衣要能看出鱼的体型 而油温得掌握在160到180度 一旦过高就会过老 变黑有苦味 刚炸好的刷登啊 筷子轻轻一折就能断成两截 外皮酥脆 里面却是柔嫩细致 在东石当地生命远过 在我们这个东煮这个地方 大家都会知道出这个东西啦 好吃的梳子还有漆啦 吃起来真的觉得精神松怀 他们这些产鱼 他们这边都是最知名的 暗热很细啊 你看 它好软喔 吃得很软 製造杀缩鱼名气响亮 不过最让外地人惊奇的 其实是这一道鸵仔面线 上桌的居然只是面线壶 而是雪白透亮的清炒面线 当年可是连蒋部总统金国先生 都赞不绝口 好像在那差不多在那六十年来那里 我们冬州这里就有这个 插鸵仔面线 以前蒋经国先生 他跟他在做行政院长 他就有来冬州 顺势 他就来吃这些鸵仔面线 他就这样说 冬州的鸵仔面线很好吃 因为总统称赞以泡而红 炒的鸵仔面线 成了东时最有名的特色料理 做法很简单 将萝卜洋葱等蔬菜爆香 加水调味煮成蔬菜汤 放入鸵仔和煮开的面线 短暂微煮就能起锅 清爽调味凸显鸵仔的风味 吸收了蔬菜与鸵仔精华的面线 软Q不烂 单吃就能够嚼到鸵仔香 鸵仔很新鲜 然后配了这个炒的面线 就觉得整个非常融合 就是他们两个结合得非常好 好好加勞 大全主力 港边的海蝉店 摸摸西 但秉持诚实无期 熊青才敢上桌的坚持 让鸵仔们死终支持 20年来都不变心